- 嗨嗨嗨... - 嗨嗨... 大家好,我是王狗 相信呢,大家曾經都會遇過一個狀況 有的時候,我們做了一個夢 過半年,一年,甚至幾年後 突然的某一個場景 看到跟那個夢一模一樣的狀況 頓時起了一下雞皮疙瘩 又或者是,他要告訴你一個故事 你聽,好像聽不太明白 但是事後回想起來,又覺得 嗚~~ 往路上來 相信大家應該多少都有過經驗吧 沒錯,那我今天就是來跟大家分享 十個我覺得 我回家 有六個小朋友玩桌米茶 我是鬼 數了一百下之後 要開始找人了 找到了兩個 找到了一個 找到了三個 我贏了 有一個女性 因為感情的問題 患上了憂鬱症 在有人的建議下 找上了某間醫院 赫赫有名的心理醫生 在醫生的心房突破下 她告訴醫生 自己其實是因為男友的壓迫 才會鬥出病來的 她都告訴你 只要握著我的手 我就能聽見你內心的聲音 醫生用認真關懷的表情 對女人說的 女人雖然半信半疑 但也試著醫生的指示 握住了她的手 醫生在雙手接觸不到一分鐘後 就不要請凌重的注視的女人說 你若是繼續和她在一起 一定會出事的 請下定決心離開她吧 兩年後 這位女性在某一天自殺身亡 她的妹妹認為自己姐姐的死因不單純 所以為了挖掘真相 她決定去找姐姐當年的主治醫師 醫師在兩年前已經退休了 搬到加拿大的別墅裡 過著退休的生活 而妹妹登門表達自身的來意 醫生請你告訴我 我姐姐自殺的原因是什麼 妹妹握著醫生的手 深切的期望 醫生能給她答案 很抱歉 其實我並沒有偷聽內心聲音的能力 醫生心虛的回答 那這樣的話 姐姐到底是因為什麼而死 可能… 妹妹地下頭又很難過的表情說 每天熬夜 一直都是我的壞習慣 特別是最近熬夜用電腦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剛好看到桌布右下角的時間 都是寫著上午4點44分 至少也快10次了吧 雖然我告訴自己沒有什麼 但還是有點不安心 但想著家中還有其他家人的時候 總會放心些 我繼續著使用著電腦 沒有用了一點時間 上午4點34分 我突然隔著房門 聽到有人在敲著我家的大門 我是住在公寓的二樓 而且店裡已經壞了 所以萬一我家人沒有帶鑰匙 會困在門外 也只能用手敲或是大喊 但我想了一下 如果是我的家人 應該也不會那麼晚歸吧 而且如果沒帶鑰匙 應該連一樓的公寓大門都進不來啊 但如果他有帶了鑰匙 怎麼可能只帶了公寓大門的鑰匙 卻不帶家裡的鑰匙呢 想一想可能是鄰居在敲門吧 於是不想理會 就繼續使用電了 哪個鄰居會在半夜那麼急速的敲門啊 我想一想 不免有點害怕 我起身 一面是想看是哪個沒禮貌的人 一面也害怕他吵醒我的家人 所以我來到玄關 那敲門聲就停止了 我先透過貓眼看看對方的長相 正錯過去的時候 就發現 有一顆眼珠子 也正盯著我 我嚇得倒退了三步 我膽子本來就不大 但此時 好奇心驅使我再次妄想貓眼 那人已經站在 離門有點距離的地方 我冷靜了下來 才發現 欸? 這不是我爸嗎? 他只是微笑著 不說半句話 似乎在等著我主動替他開門 喂! 你在怪什麼啊? 當我準備開門的時候 頓時日一股腳要冷上身體 在直衝腦門的寒液湧了上來 這... 不是爸爸的聲音嗎? 我一轉頭 爸爸正站在客廳看著我 我冷靜想想 嗯... 可能剛剛緊張過度看錯了吧 爸怎麼可能這個時候還在外面呢? 嗯...爸沒事啦 剛剛有人敲門 你沒有聽到嗎? 爸爸... 搖了搖頭 嗯... 好啦 那我就先回房間了 回房後 我馬上就衝上床 準備睡覺了 知道爸爸在家裡 總是安心了不少 想著想著 就入睡了 有個蝦子跟他的幾位朋友去爬山 不幸遇到山難 已經受困了三天 急需要食物 蝦子的朋友便對他說 欸... 蝦子... 你先把你的手切下來當作食物 等我們都脫困了以後 我們也會把手切下來的 而蝦子不宜有他的相信了 這群人 果不起來 也真的脫困了 過了幾個月後 蝦子的生日到了 他的朋友們到他家裡幫他慶生 把燈關掉以後 高興地唱著生日快樂歌 這時 蝦子突然勃然大怒 把他的朋友們全都殺死了 有一條經常鬧鬼的隧道 三個女生到那裡去探險 但因為實在太可怕了 所以選在白天去 但即使大白天呢 那條隧道 看起來還是非常的隱暗 三個人手牽手 一起走完了那條隧道 走出去之後 三個人都鬆了一口氣說 呼... 還好我是走在中間 1904年8月 我在家中發現了一本 向日葵的可疑日記 先說明一下 我家是六年前結婚的妻子 跳屋並購入的中國住宅 不過我的妻子 已經在前年和兩個女兒 一同在傳難中上升 兩個女兒雖然在 其量日後 被沖上不同的兩個海岸邊 但還是沒被救過 前幾天 因為要改造妻子的房間 所以請了木工師傅來 結果他交給我一本說是在 在妻子房間天花板內發現的日記本 那本日記 確實是妻子的筆跡沒錯 我翻開來看了看 7月1號 從今天開始我就要跟老公你一起生活囉 那天是我跟妻子的結婚紀念日啊 9月21號 這是因為你才有了現在的我 12月9號 儘管如此 我還是不會離開老公你的 2月23號 就快囉 2月29號 你 能夠明白了嗎 當下我感覺到無比的震情 立刻搬家到很遠的地方去 有一對三胞胎姐妹 三人的長相都非常的相似 而且感情都非常的好 但是天不從人願 有一天大姐生病死了 後來有一天最小的妹妹 把二姐給殺了 而且手法極為殘忍 從頭部一直連到胯下 一刀兩斷 媽媽發現之後 非常生氣的 質問妹妹到底在做什麼 直接妹妹笑嘻嘻的說 呵呵 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團聚了呀 最近發現家裡東西都有被動過的感覺 於是我在出門的時候架了一台攝影機 一如往常 下了班回到家 哇 感覺好像的確又被動過 我馬上把錄影機收起來 檢查錄好的影片 一播放 哇 果然拍到一個陌生的女子 走進了我的房間 女子進入房間後 東看看西看看 接著就進了衣櫃 我就繼續看著畫面 心想 我就看看你躲在衣櫃裡要給我搞什麼鬼 約莫過了差不多五分鐘吧 下一幕 我就看到了 我自己靜雯的樣子 我剛認識了一個性感的美女 有一天 我邀請她來我的家裡看電影 而她說她要去廁所以後 我突然 聽到她的尖叫聲 後來 我正準備要上廁所 把馬桶的坐墊掀起來的時候 看到了一隻死蟑螂 我心想 剛剛那個美女 看到蟑螂進來會尖叫成這樣子 她也真是太可愛了吧 哎呀 這隻又拖了 這麼久 好 那我們現在